今天的專題來為大家談一談 中國與阿拉伯國家 邁入新時代的互動 中國擴大中風影響力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上週剛剛完成了 歷史性的中風行 在短短的三天訪問期間 安排了一系列 罕見密集的高峰會 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利亞德 接連舉辦名為中國沙烏地阿拉伯 中國阿拉伯國家 中國海灣合作理事會的三大高峰會 並且和埃及巴勒斯坦 科威特 吉布地和伊拉克等 21個海灣國家阿拉伯 和非洲國家的領導人 舉行了雙邊高峰會晤 值得關注的是 習近平於訪問期間 和沙烏地國王撒勒曼以及王儲 兼首相穆罕默德會晤 雙邊簽署了一項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 同意加強能源 人工智慧 反恐等多項合作 習近平表示 中國願意協助沙烏地經濟 多元化發展 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和沙烏地 2030年願景對接 推動兩國在各領域合作 取得更多成果 而穆罕默德則表示 期待與中方提升更高層面的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沙烏地願與中方擴大貿易與相互投資 並且歡迎更多中國企業 參與沙烏地工業化進程 重大基礎設施建設 能源項目合作 加強汽車 科技 化工 礦業等領域 在首屆中阿峰會之後 雙邊發表了《蒂雅德宣言》 將全力建構新時代的 中阿命運共同體 宣言同時也提到 台灣和香港 內容表示 雙邊一致同意 強調阿拉伯國家堅定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以及支持中方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 並且支持在一國兩制框架下 維護國家安全 習近平還提出 在未來3到5年 將在支持發展 糧食安全 衛生健康 綠色創新 能源安全 文明對話 青年成才 安全穩定等八個領域推進八大共同行動 以作為落實中阿全面合作規劃綱要的第一步 此外在中國與海灣合作理事會的高峰會上 沙烏地王储 莫罕默德在會議開始時表示 將此次峰會視為開創中國與海灣國家合作的歷史性新階段 他的態度和美國總統拜登幾個月前在立亞特出席一場較小型的阿拉伯峰會時大相敬庭 面對於華盛領的關係 沙烏地外交大臣表示 沙烏地將繼續與所有夥伴合作 也不認為這是一個聯合遊戲 也不相信兩極分化或者選邊站 可以看到的是隨著中沙雙邊關係擴大 利亞特在華盛頓所關心的領域上非常謹慎行事 尤其是在國防、電信和核能方面 並且宣稱中阿雙邊會談的重點是著眼於經濟 而不是在生化武器製造和銷售的現有合作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商務地的解密能源夥伴 去年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石油出口到中國 在中國與海灣合作理事會高峰會上 習近平提出設立雙邊和平利用和技術論壇 他還表示中國將充分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平台 開展油氣貿易以人民幣結算 目的在推廣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目標 並且削弱美國對世界貿易的影響力 但是商務地官員並未透露會商的細節 另外在科技方面 商務地與華為這個月簽署了雲端運算和建設 商務地城市高科技綜合體的合作備忘錄 雖然美國對華為技術的安全風險表示擔憂 華為還是參與了海灣國家的5G網絡建設 綜合來看從政治場域觀察 中沙進一步提升關係顯現出大國國異的複雜地緣政治 外界盛傳的以石油結算人民幣 雖然沒有在此次會談後落實 卻會是未來中國與沙烏地 和其他海灣國家合作的重點方向 不論這個倡議是否刻意針對美國 需要多久才能真正落實 一旦落實將必然影響到美元的地位 也會使海灣國家更加疏離美國 並且讓中國的影響力在該區域 以及國際能源市場進一步提升 此外另一項關注焦點是 中沙自由貿易協議 雙邊過去已經進行了多年的監獄談判 儘管截至目前尚無實質進展 但這被認為是衡量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係 的指標之一 未來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謝謝大家